阅读好时光 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 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 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 看见生活的幸福 是的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 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阅读专区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了 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 我们要一起从精彩的绘本故事 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来分享的是 三名出版社爱阅读书系的绘本作品 大雄的礼物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三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陈亦安 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亦安你好 维华小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欢迎亦安 哇 亦安要好好地来介绍一下 现在维华手中的这本绘本故事了 大雄的礼物 因为这本绘本故事受到大家的好评耶 亦安 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以动物的习性作为发想 延伸出关于分享和友谊的温馨故事 那故事的一开始呢 主角大雄 替飞往南方过东的白眉黄翁夫妇 这里的白眉黄翁是一种候鸟 哦 对 她为这个候鸟夫妇送行 接着呢 大雄要回去冬眠 可是她却在冬眠中意外地被吵醒 起床后的大雄走到门外想要一探究竟 这时她看到了森林变得一片白茫茫 原来外面正在下雪 第一次看到雪的大雄 觉得实在太神奇了 这时她想到了飞往南方的候鸟夫妇 便想要将雪分享给在远方的朋友 于是大雄和其他动物们合力完成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寄往南方 虽然这个礼物呢 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白眉黄翁夫妇面前 但白眉黄翁夫妇 仍从中体会出另一番风情 哇 刚刚在意爱的分享当中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好奇 我们提到了就是大雄送了一份的礼物 给这个白眉黄翁 对不对 她是一个候鸟 因为在那个冬天来临的时候 她就飞往南方去过冬了 对不对 因为大雄她看到了那个 第一次看到下雪 她非常的好奇 然后又把一份的礼物寄过去 但是寄过去之后呢 好像跟刚那个大雄寄过去礼物的那个原型不太一样 是 其实我那时候看了第二遍 我终于看懂了 哦 真的哦 对 我真的看了两遍 哦 是不太一样耶 为什么这个礼物在寄送的过程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呢 当然我们在分享当中最后也会让大家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哦 好 刚刚依安简单的来介绍了这个故事了 那大家听到的话就是哦 那就是一个寄送礼物给好朋友的一种分享的故事吗 亦安 对 那作者呢有特别在介绍中写到说 这本书他主要想要传递的是 即使看似笨拙 但真心总是能彼此相通的道理 就大雄呢 想将美丽的雪景分享给在南方过冬的朋友 嗯 虽然礼物送到的时候已经变了样 对 可是其中礼物饱含的真心 对方人顺利接收到了 是 好 所以大雄他自己看到了雪景 对对对 觉得好漂亮 很好奇哦 他也希望他在南方过冬的 他的好朋友白眉黄翁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他真的是好可爱哦 就把那个雪寄给了他的好朋友了 只是大家可以一想想看 大雄会怎么寄呢 那当然这个从冷的地方到这个温暖的南方 这个雪它还会存在吗 这是让人非常好奇的 但是我们觉得心意是最重要的了 嗯 好 依安 其实这本绘本故事啊 刚刚伟华也提到了 他受到大家的一个好评 得到了很多的奖项是不是 哦 对 他的作者有得到波隆娜的年度插画奖 嗯 就是他被选为波隆娜的年度作家 是是 其实在这个波隆娜 他算是在出版 出版界当中 呃 非常大的一个奖项是不是 对 在插画界算是全全球最大 就是大家众所瞩目的 是 很多新锐的作家或是作品都会从那边被发掘 是 所以能够得到波隆娜这个年度插画家这样子的一个奖项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本绘本故事哦 是非常的难得 对不对 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绘本故事哦 那依然来告诉大家一下这本绘本故事特色又在哪里呢 他的特色呢是作者从大家熟知的生物喜性作为发想 如果熊在冬眠时突然醒了过来 它会发生什么事呢 还有如果雪 嗯 既往温暖的南方雪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嗯 除了颠覆常理之外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担心雪会融化感到忐忑不安 但故事中埋藏了小伏笔 最后开展出充满想象力令人眼睛为质量的圆满结局 是没错那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的白美华翁夫妇收到那份礼物的 嗯 他觉得很奇怪 但是呢 他用了最好的一个安排 对 嗯 那我们这边也是卖个关子哦 好 那依然来谈一谈你自己在阅读这本绘本故事 大熊的礼物的时候 你自己最感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我自己觉得最感动的地方是 大熊第一次看到雪的时候 他觉得雪很生气很好玩 嗯 可是他自己享受了一下之后 他马上想到要将这么棒的东西分享给同样没有机会看到雪的远方好朋友 嗯 那还有其中故事里面的其他动物啊 他们知道大熊正在准备礼物后 纷纷主动响应 非常无私的将身上的物品奉献出来 只为了帮助大熊呈现最棒的礼物给哪方的朋友 他们单纯想帮助想让朋友开心的想法 真是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最佳写照 那这样不求回报的付出呢 也传递出送礼一词最根本也最美好的意义 没错 嗯 我自己也在看这本绘本故事的时候 我也是对于书本当中出现那些的小动物 像是小白兔对不对 对 小老鼠 还有小猪 小猪 小狐狸 对小狐狸 他们看到大熊正在准备送给白眉黄王夫妇的那个礼物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没有取笑大熊 对而且他们也没问说怎么起床 对对对 然后就是没有取笑他说这个东西怎么寄啊 怎么可能 没有 他是用他那份的爱跟热心帮大熊一起准备这个礼物 怎样子会让这样子的一个礼物可以准备的更好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种把分享传递出去 让人感觉非常喜悦的一个绘本故事 那依然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经历过让你自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分享的故事呢 我前阵前年的话从国外交换回来 那时候是透过学校申请在海外当一年的交换学生 然后刚到国外几个月会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 虽然那边有卖可是其实都不便宜 那那时候跟找我一介去交换的台湾学生还不是很熟 可是有一天他们自己煮了一锅卤肉和珍奶 哇 你应该很感动的吧 流泪了会不会好久没吃到这种味道了 对就觉得哇 而且他们就是主动分享给所有的交换学生一起吃 当下就是超级感动 又很感谢 除了是吃到怀念的味道也是因为他们无私的分享 而且珍珠啊跟卤肉用的中药菜是特地从台湾带过去的 哇 所以真的是吃到那种家乡味对不对 就是非常道地的感觉 嗯 所以就是这样就更显得他们非常大方 也确实感受到了被照顾的那种温情 嗯 然后他们要换他们要交换其满回国的时候 我们其他留下来的学生就 大家一起做了卡片去送给他们 虽然制作过程花了不少时间 可是看到对方收到卡片时惊喜又开心的表情 其实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是没错 其实分享好像看似把东西分享出去 其实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呃 所收到的那一个收获其实是最大的 对 会变得加倍 对 它是加倍的 哇 我觉得依然你有这样子的呃 经历 我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了 对 嗯 有哪一天你可能再次的出去的时候 你可能会成为那个呃分享出去的人 哦对对对就是把那个大家的爱传下去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 我觉得那是呃我觉得你们这些交换学生是一个很棒的爱的传承 呃让这些交换的学生呃在国外的时候呃理想背景 他不会感受到那一份的孤单 是 感受到的是那一份的温暖了 对 嗯 嗯好非常非常的感动哦 嗯好那一安我们在阅读这本绘本故事的时候不晓得呃你有没有什么呃小惊喜或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呃呃在这里我想引用本书译者赖玉芬小姐在导读所提出的想法 嗯他说在陪伴孩子读完绘本后我们可以跟他聊聊分享这件事情 他说分享必须出于自愿而非收到要求或是胁迫 接着可以讨论是否有想要分享的对象 带领他们为对方精心绘制一张卡片或是动手动手制作一份小礼物 那像我们这本书有随书附证一本双面涂鸦小海报 那你在这时候就可以在看完书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哦是哦你说是涂鸦吗 对它是一个双面的有点像 这是可以涂鸦的哦 小海报对 小海报 所以这边都可以去做一些的涂鸦 对它一面是大熊拿着礼物的样子 对 那我们把里面礼物的部分挖空 那小朋友可以自己画上想要送出的礼物 那另一面是小鸟夫妇他们收到礼物的样子 所以小朋友可以画出 那你朋友收到礼物 礼物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是是 也让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懂得分享 我觉得他有一些的想象的一个空间 对不对 对那我们小朋友他们准备礼物啊 就可以体验那个准备礼物的快乐和期待 也可以借此学会分享的真谛 是没错 我觉得刚一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分享要出于自愿 而不是被强迫 当孩子觉得是被强迫的时候 其实孩子他感受不到那个分享的喜悦 对不对 反而会失了那样子的一个美意 对他们可能会变得不愿意 不那么愿意分享 对然后因为他曾经有过那个 被强迫分享出去的那个不愉悦的感觉的时候呢 他可能下一次有另外的经验的时候 他也觉得有可能分享出去是不美好的 都会变成每次都需要用强迫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个绘本故事 希望传递的是 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出于自愿的分享 是 好那一安 这本大雄的礼物还有其他的小惊喜吗 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啊 大雄在森林里替白梅黄红夫妇送行的时候 画面中大雄的脚边有两盆仙人掌 但是仙人掌是热带植物 应该不会生长在寒冷的北方 所以可以推测是白梅黄红夫妇 从南方带给大雄的礼物 那接下来这两盆仙人掌 也的确出现在大雄的房间 仙人掌或许是后鸟夫妇 想让大雄感受南方的热带风情 也说不定大雄向往着体验南方的生活 那这应该是作者在书中埋下的小彩蛋 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思考看看 这样的安排代表什么意义 哦 是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奇怪啊 为什么会有仙人掌啊 对 因为其实仙人掌跟里面的景色蛮不搭嘎的 对 而且还在大雄的房间里 是 那读者拿到书的时候 也可以再翻到前蝴蝶叶的部分 有一张大雄和后鸟夫妇的合照 上面写着我和白梅黄红夫妇 那这张照片可以让读者知道这是大雄 大雄在大雄手上的 那当故事结束后 我们翻到后蝴蝶叶的部分 可以看到多了另一张白梅黄红夫妇和礼物合照的照片 那上面写着大雄谢谢你 那白梅黄红夫妇他们收到礼物后 还拍了一张认证照 寄回给大雄表示感谢 那除了让读者可以感受到故事的余韵 想必大雄身为送礼的一方 看到朋友如此喜欢礼物应该也很开心 是 我觉得依然他不只是分享快乐的喜悦 还包括了彼此的那个真心的交流 我们看到那个真挚的友谊 对 他们有点像是礼盛往来 所以在大雄送礼物之前 可能白梅黄红夫妇其实已经送了一份礼物给大雄 是 是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另外一种的省思 就是我们对于朋友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我们是不是像大雄跟白梅黄红一样 会把那份的礼物珍藏起来 对 我觉得这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 就是当别人给你的那份的礼物的时候 是他那份的心意 是 那你是会如何的去把那个礼物给收藏好 或者是会如何的去处置 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好 那另外呢 就是爸爸妈妈在陪伴孩子阅读的时候 要如何和孩子分享这个故事呢 这本书的话读者也可以注意到 就是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观察大雄所在的北方 跟候鸟夫妇前往的南国 他们在景色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 因为北方正在下雪 所以除了白茫茫的雪景 书里面还运用了冷色调的蓝色 来表现出寒冷的感觉 可是当画面转移到南方的时候呢 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展现出 深浅不一的绿色 传递出热带国家的氛围 因为台湾在景色的交替上 相较于其他国家 就是世纪的变化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尤其是住在都市里面就更不容易察觉 所以家长也可以借由这本书场景的转换 向孩子介绍夏天跟冬天时大自然的变化 是 是 就是在色系的部分 颈致的部分颜色都会有一些的差别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可能透过这样子 他的观察力会比较敏锐 对 对不对 那也可以就是让小朋友增加一些科普小知识 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讨论 有哪些动物还会冬眠 对 还有候鸟难迁 嗯 就是为什么会动物会有这些行为 甚至可以进一步就是介绍我们书里面的主角之一 白眉黄翁这种鸟类 是 因为这种鸟类一般台湾民众比较不熟悉 嗯 它在台湾是比较稀有的过境鸟 所以有有过境台湾啊 对 它只有很少部分会在台湾停留 所以看到它是非常幸运 是是 我还因为这个绘本故事大雄的礼物认识了那个字 你有翁 对 白眉黄翁 所以我们有特别标注音在那个蝴蝶叶的前面 对对而且我们从这个绘本故事啊 依然之前好像也提到也可以知道哪些的动物要冬眠 对不对 奇怪为什么只有大雄要去冬眠呢 我们的小猪呢 我们的小狐狸小白兔 那为什么不用冬眠 对 我想小朋友我在看这本绘本故事的时候 可能会提出这样子的疑问 这时候爸爸妈妈要做功课了 对爸爸妈妈就可以开始跟小朋友提前上一下自然课 对对对或许大家在看这个绘本故事的时候看到大雄啊 把那个要送给白眉黄翁的礼物装在他的那个玻璃罐里头的时候 我不晓得那个会不会有些小朋友说 怎么可能嘛 那个血不是最后会融化了吗 对 嗯 我觉得孩子们如果会提出这样子的疑问的话哦 我也会建议就是嗯爸爸妈妈先不要戳破 对不对 先让他们想一下 对 因为不管那个最后那个东西在不在 可是那心意的美好 他是不会抹灭的 对 嗯 而且我觉得最后面那个白眉黄翁在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 他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我也觉得这个作者他做了一个最最巧妙的一个安排 我觉得他的安排是很温暖的哦 对像我们这本书有另外一位推荐人 就是廖玉慧女士 嗯 那他有说这个就像是培养小朋友多元解读的能力 真的哦 对 嗯 然后你先不要翻到最后一页 你就你就在那个白眉黄翁很很奇怪的 看着那个大雄这个礼物的时候想想看 对不对 这个礼物白眉黄翁会怎么做 对他们会怎么想 对他们会怎么想 好我觉得我们孩子的一个启发他的一个创意呢 就在那个当下了哦 是 好 依然非常开心耶 我们今天分享了大雄的礼物这本绘本故事 谈到了分享的快乐哦 那透过这本绘本故事 有什么话想传递给空中的好朋友们的呢 嗯 我觉得啊 现在科技很发达 很多东西的产出都很迅速便利 可是呢 在这样的时代有时候慢啊 不方便 反而更显得珍贵跟独特 例如很多人会开始回去使用底片相机拍照 虽然没有办法及时看到照片 可是等待的过程中充满期待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更是有着许多未知的惊喜 那我本人只是喜欢手写信 去旅行的时候会写几张明信片寄给朋友做纪念 除了当下的感受呢 手写字也可以协助我整理思绪 像故事里面的大雄他亲自作的礼物到邮局寄出 嗯 或许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久违的写张小卡片 或是亲手制作礼物给家人朋友 重温一下老派的浪漫情怀 是 没错 易安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就是太科技化了 我们什么东西就是倚靠电脑 倚靠网路的一个科技 我觉得好像又失去了那个温度哦 而且不常手写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的字 突然忘记怎么写了 对 熊熊忘记怎么写 对 然后你会发现怎么字越写越丑 因为你不常使用了 对 但我其实觉得手写字是 跟打字不一样 除了有温度也是可以代表你这个人 每个人的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嘛 是 是 好啦 我觉得 嗯 虽然现在网路的科技非常的方便哦 我要寄送到南方的东西 我可能就当下 按寄出 对方马上就收到了 但是偶尔有时候你放慢脚步 对不对 去感受一下真正的游记寄送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收到礼物的那个感觉会更温馨更温暖 对 还有等待的过程也会让你收到的开心加倍 是 就是等待的过程是美好的对不对 是 好 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亦安哦 今天在我们的阅读好时光的电源当中 特别带来的是三名出版社爱阅读书系 大雄的礼物 这本绘本故事呢 谈的是分享快乐的喜悦 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最后也一起的来听一下这本绘本故事好不好 好 谢谢亦安 谢谢维华小姐 拜拜 明年春天见 大雄替前往南国的白美黄翁夫妇送行 现在她要好好的睡一觉 直到春天来临 白雪纷纷落下 狐狸 小猪 小白兔 小老鼠 森林里的动物们开心地打起雪杖 好好玩哦 哎呀 你要丢我 很讨厌耶 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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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好玩哦 好好玩哦 哦 吼死人了啦 外面到底在做什么啊 吵得我睡不着啊 正在冬眠的大雄被吵醒了 他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哇 走出门外的大雄 被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景象吓了一跳 森林染成一片雪白 雪花片片落下 大雄忍不住 伸出舌头尝了一口白雪的滋味 哦 冰冰软软的 好像棉花糖哦 大雄开心在雪地玩耍 哈哈哈哈 啦啦啦啦 crewsmetro叮 哦 哈哈 tapping 大雄觉得白雪太神奇了 它蹦蹦跳跳地跑来跑去 开心地在白雪上留下脚印 这时有一只小老鼠走了过来 大熊 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赏雪啊 我也好想让白梅黄窩夫妇看看雪 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那你要不要做个雪人寄给他们啊 我来帮你 真是个好主意 小老鼠 谢谢你 大熊和小老鼠合力滚起雪球 路过的小兔子好奇地问 是在做雪人吗 啊 如果让雪人戴上手套 看起来会更棒哦 于是小兔子脱下一只手套交给大熊 哦 小兔子 谢谢你 没多久 大熊做好了雪人 然后他把雪人装在玻璃罐里 小狐狸看见大熊手中的雪人 他问大熊 大熊 你怎么会有雪人啊 这是我要做来寄给白梅黄窩夫妇的啊 不错吧 大熊向小狐狸炫耀着手中的雪人 这时候小狐狸说 嗯 如果让他戴上帽子 看起来会更像真的雪人哦 好 于是小狐狸脱下头上的帽子 交给大熊 哦 小狐狸 谢谢你 大熊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邮局寄雪人给白梅黄翁 这样啊 如果让他系上围巾 雪人看起来会更帅气哦 小猪结下脖子上的围巾将给大熊 哦 真的更帅气了耶 小猪 谢谢你 现在大熊手中的玻璃罐里 要寄给白梅黄翁夫妇的雪人 有着动物们满满的爱 雪人是大熊和小老鼠合力对称的 雪人的手套是小兔子提供的 头上的帽子是小狐狸的 而雪人脖子上的围巾是小猪的 大熊开心地唱着歌 大熊的心情变得更好了 啦啦啦 我是大熊 我是大熊 谢谢你们 雪人看起来也很开心呢 大熊将雪人寄给白梅黄翁夫妇之后 就回到将来继续冬眠了 应该会顺利送到吧 那我要继续睡到春天了 白梅黄翁夫妇看到雪人 应该会很开心 大熊一边想着 一边甜甜地睡着了 有您的包裹 大熊的礼物终于送到了温暖的南国 白梅黄翁夫妇兴奋地打开包裹 原来大熊寄来的雪人礼物 雪人融化成水了 帽子浮在水上 围巾铺在帽子上 戴着树枝的手套就插在围巾上 白梅黄翁夫妇歪着头看着礼物 他们在帽子坐成的小船上悠闲地看书 睡午觉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啊 真凉快 大熊 谢谢你 嗯 大熊 谢谢你